台基电66亿美金补助到手 为何设备股纷纷大跌没救了吗 今天节目有园区的独家看法 另外OTC破线还会不会跳水 你手中套牢持股该如何处理 今天节目的预告非常重要 欢迎收看今天点鼓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11月18号礼拜一台北股市 今天又跌了196点 注意听来到22546 最低点是22503 上个礼拜五小涨我还是跟各位说没有收缴 那本周重头戏就是关注我天天教学分享的收缴 那我的判断是本周三世有机会出现收缴 我待会会跟各位做技术面的教学 很重要待会跟各位做分享 另外今天OTC大跌 跌破的年限 那还会不会跳水 我待会讲OTC的时候 会给各位一张图 待会请你截图 见网可以自来 过去的历史轨迹 你要如何去做复制 待会请你做截图 太重要了 还有台积电 明明66亿美金的补助款到手了 那为什么设备股大跌呢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猫腻 园区的解读跟后续 如果你持有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 那你要如何做处理呢 待会节目做独家的解析 今天节目很重要 来投票来 台北股市今天是跌了196点 投票有没有答案很清楚 有没有收缴 投票来看 好我把时间标记出来 上个礼拜二有没有收缴 没有 礼拜三有没有 礼拜四有没有 礼拜五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这惯性 你把这个惯性抓住了 你未来要反败为胜 那个答案是太简单了 听清楚我的我的形容词太简单了 来 间谍196点 连续第五天还是没收缴 而且我们2303 刚刚我预告两个数字 一个是22658 一个是22492 今天逼近了 只差11点了 所以看法 周三本周周三台子期结算前后 理论上会有机会收缴 所以我今天的解盘 要跟大伟跟各位先做大胆假设 然后小心在本周三四 我们来做这个求证 他如果真的出现收缴 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所以今天开场白跟各位说了 记住我的丁宁 接受我的邀请 本周我的判断 我的经验值判断 大胆来假设 会有收缴大转折 先预告 先假设 礼拜三四获得确认 一旦确认之后 你必须 记住我今天的丁宁 务必要赚多一点 特别是这一波有受伤的 务必要赚多一点 来看我们的连续剧的解盘 上一次台风天加班路雨 算出22339的转折 跟各位说有没有收缴 一旦确认 投资朋友你没有发现 修正盘 在你恐慌的时候 跟各位说 未来能否收缴很重要 一旦收缴 就是一波起功 有没有起功 懂意思吗 我在2360预告要回撤 要回撤23035 真的来了 要回撤23035 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没错吧 好了 然后我又跟各位讲 讲什么 买点怎么抓 然后全国忠实粉丝 一定都非常清楚 一定很熟悉 收缴 每一次修正盘后的起功 百分之百 一定是收缴 没有收缴 他不是证据 那有收缴才是证据 有证据 方可出手 没错吧 要等收缴 每天教学等收缴 然后呢 我在11月12号 当天节目 有2万人次看 当天节目有2万人次看 好 2万这个粉丝看过 11月12号预告2249 有没有2249 今天低点在哪里 是不是22503 没错 所以务必把它学起来 有没有 我们看上个礼拜二教学完 一定要等收缴 没有收缴 就要回测2249 结果上周三没收缴 跌了 上周四没收缴 还是跌了 上个礼拜五谈27点 还是没收缴 是不是 所以投资面 今天为什么还有低点 就是没有看到收缴证据 所以有低点 没错吧 是不是 也就是说 你这一波 从修正 从23650到23035 到今天 22503 都是连续句 一步一脚印 我的解盘 我的教学 其实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世界上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你自己 有没有 把这个惯性 基本功 我认为MACD是基本功 所以我才会愿意 而且坚持 每天在节目跟各位做分享 让你体会 他真的是你趋吉必凶的基本功 有没有 你看到他没收缴 会修正 高档有卖 现在保留比较多的现金 那未来低档转折 你再把现金换成股票 这就不是操作吗 这不就是赢家的操作吗 这不就是你 比你梦寐以求的操作吗 是不是 所以自我成长 学基本功 我认为这是你未来成功的途径 也是你未来能够开启财富的钥匙 懂意思吗 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讲的原因 所以我的分析有帮助喜欢的 先按赞 再继续看 接下来精彩的节目 来进入这种头戏 你也可以什么QR Code 加入粉丝团 手中有任何股票 听清楚 我上个礼拜 2360刚修正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一定要做持股的调节 赶快卖 持股比重太高 赶快卖 今天我在盘中 12点左右的发文 不一样了 口气不一样 你上礼拜没有卖 这礼拜 OTC已经达到254以下 请你听清楚我的盘中的建议 不准杀低 今天再杀你随便乱砍 本周很容易杀到什么 杀到阿呆股 懂意思吗 到粉丝团看我的教学 所以粉丝团一定要把它加起来 我们都知道台北股市的 基本面很OK 我今天一样给各位 全新的证据 基本面没有问题 9月10月外销订单 未来的营收都会由数字上 让各位看到这个成果 没错吧 10月份的营收 非常之好 创了单月的历史新高 然后我们预计 第四季的季获利年增率 一样会比第一季高很多 所以基本面听出 这一波下杀 基本面完全没有问题 基本面没问题 那你问一下 为什么杀那么凶 就是OTC 就是外资 外资的两手策略 没错吧 有没有 7月20号外资放下了很多的空单 然后他杀了现货 为了赚期货价差 可是这前一次经验的转折里面 他后面用更高的成本 把现货把股票买回来 所以这一波 我已经预告过了 虽然没有收缴耐心等 一旦收缴 那个刹那转折成型 我一定会买 而且我一定是先买F4 我讲过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未来低档外资 他为了赚期货钱 他去杀了全资股 未来按照过去经验 他未来都会用更高价 把他买回来 所以现在他为了赚期货利润 即便大卖现货 听清楚结论 未来终究会买回来 那问题来了 那你要怎么相信 未来外资 他一定会买回来 听说 先各位预告了 本周收缴大转折 当我在粉丝团跟各位说 确认转折成功 请你一定要这一次务必要赚多一点 请你这一次务必要赚多一点 为什么来 为什么外资未来一定会买回来 而且是用更高价买回来 听清楚独家了 来 好 我们看这是彭博 我们去做研究 抓到的数字 现在是2024年的第四季 这一季的标普500的 EPS成长率只有7.5% 明年 明年 明年预估标普500第一季是11.9 EPS成长率 11.9% 9.4% 13% 16.7% 投资没有来答案出来了 这是未来赚大钱的基石 说标普500 EPS 过去历年平均成长率只有8.7% 那明年是11.9% 13.16.7% 有没有 明年大大的超越过去的均值 所以而且你们发现这个这个数字 到明年2025年的第四季 哇 他的本轮 扩张期什么是扩张期 由负的 EPS成长率 由负的转成症 本轮进入什么 复苏 过去的衰退 衰退 复苏 成长扩张 衰退 复苏成长 这个 这个再进入扩张 有没有 明年是 明年第四季 是本轮扩张景气 扩张周期的最顶峰 所以投资没有 这是美国是全球股市的火车头 火车头以最稳的标普500来看的话 现在不可能衰退 投资没有 火车头不可能衰退 那请问台湾要衰退什么 东西是吗 所以怎么好 再来 那以上是从美国火车头导引回来 那现在我们用台湾的领先指标创新高 跟柜座解读 你看 这个代表什么 绿色蓝色这个是领先指标 红色是股价指数 有没有 他现在才刚刚从一个 复苏线 平均值的迫苏线 刚突破 每一次突破这个位阶 他都不可能是最高点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台湾股是台湾的 景气的领先指标本月份创新高 代表景气人在扩张期 他说有没有 在扩张期 然后理性繁荣 即将到来 就是说台湾的领先指标是扩张期 我刚才会讲什么 讲标普500 在明年2025年第四季是本轮扩张周期最顶峰答案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外资现在卖的台湾的现货 未来一定会用更高价买回来 是不是 但是说台湾股是未来创新高 不是靠外资 是靠我们自己的基本面 懂我意思吗 历史循环惯性叫三牛一雄 来 各位做看图 你看这个过去的轨迹 我把图形打出来 三牛一雄 每涨三年回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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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回的涨是三年的第二年 准备进入第三年 是不是完全match 你看从标普500 从台湾的领先指标 再从台北股市的历史K线图的惯性 他这一波根本不是衰退 所以这波下差 我给你证据 我给你分析 给你证明 给你依据 给你信心 这不是衰退 这不是经济衰退 导致的大牌的修正 而是外资的两手策略 懂意思吗 答案就出来了 没有错吧 说这一波下杀后 被错杀的好股票 那你绝对要虎视眈眈 要把握打折后的天天价 懂意思吗 所以回过头来我的主轴 当市场现在是不是很担心 市场现在很担心 很恐惧的时候 往往又跟以前一样的 又是在制造机会 所以长牛短胸 爆赚绝佳机会 再把口诀拿出来 用一次 是不是 所以你看 逻辑要清楚 不是看涨 喷高高 说要喷出 拉回的时候 跟各位恐吓你要奔盘 懂意思吗 所以来 上周就预告了 22500附近 2249 有没有 开始来 所以务必把握 本周的关键在有没有收脚 我认为本周三四会有机会 好 确认了 当台股修正跟金北妹没有关系 我刚才讲过了 我不只跟各位说 跟金北妹没有关系 连未来的focus 连未来的预测都跟我讲过了 所以一定要克服 这个时候靠你自己的 靠你自己的 要克服低档恐慌的情绪 你知道吗 股市 我在股市当投稿老师21年 股市最迷的地方 就是高档 我们有减码 那低档你不会乱看 低档超慢的时候 他是真正大减便宜 获得机会 所以来看 本周三集团前后 看有没有留意收脚了 话图给各位看 好 好投稿老师来哦 你看是不是 他连续五天没有收脚 来哦 跟各位画图做图示 好 那假设明天还是没有 但是礼拜三假设 礼拜三有收脚 或者说礼拜四有收脚 那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答案就跟这边一模一样 就跟前坡低点 这里收脚一模一样 这里收脚一模一样 没错吧 所以本周三是很容易出现大转折 懂意思吗 上个礼拜跟各位说持股诊断 持股比重高 我会赶快卖 我会请我的新会员赶快卖 但是这礼拜新会员 我会阻止你乱看 因为你这礼拜乱看 肯定就是什么 阿呆股了 那就是阿呆股了 懂意思 所以答案很清楚 所以务必要把握了 好 再来 好 那以上是针对这个大盘 好 来看这个OTC 好再再跟我强调一次 看这边要记住 为什么我说 当本周转折收脚大转折 确认之后呢 听清楚 务必要赚多一点 务必要赚多一点 因为它是个很大的转折 只要你不放弃 永远都存在爆赚机会 来看OTC 有没有 我在266预告 他如果破265 265跌破 均线乘反压 回撤哪里 回撤253 教授老师的预告技术 有没有无告战 有认同 无告战 每天锁定 真的有看过我这样预告的 现在验证之后 按赞支持 来253 来今天有没有 今天OTC 今天OTC 有没有251.78 是不是 完全应征了 好 来问题来了 蒋老师好可怕 这个破线破年线 破年线会不会跳水 会不会继续崩跌 答案出来 我先给各位看结论 再来画图 待会请你做截图 很重要 今天的节目太很重要 来 先看 有没有 我们讲265跌破 回撤254 回撤253.3 今天是完全满足了 好来看 主力成本低档背离 日线K值 B重严重超卖 7月来下桌第21周 把这张图截图截起来 上个礼拜你来找我 我会请你做减码 那这礼拜你持股给我 除非是大空头 反弹会请你赶快卖之外 如果是好股票 本周我会阻止你 我会挡住你随便乱砍 为什么 注意看 先把这个文字截图截起来 OK 来 好 我们来做解析 这是ODC的分线 有没有 已经有低档 有没有看到 这个指数 今天来到251 创新低 他没创新低背离 这不下杀以来 首度出现背离 首度出现主力成本线的背离 懂意思吗 好 这是第一个 来看第二个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投资本来 我把底下换成什么 一样还没收集 所以答案还是要等什么 等确认 重点来了 底下投资朋友 来这张图 这张图请你截图截图截图 一定要把它截图截起来 来投资朋友 来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注意看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OTCOTC 他的日线 只要打到超卖区 都不是 只要打到超卖区 他都是恐慌的相对低点 再一次 一次超卖 两次超卖 三次超卖 四次超卖 五次超卖 那现在不止超卖 还逼近哪里 6.83 也都超卖 来看对应 来看上面对应的线 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上面对应 每次相对低档区超卖区 来了 所以他都是波段的相对低档 不是绝对低档 但是是相对低档 所以254以下绝对禁止杀在阿呆股 这张图截图截起来 懂得意思吗 你看我是在265提醒你 他有可能刹到254 刹到253.3 他今天来到251.7 我的态度怎么样 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 我会阻止你卖在阿呆股 董医师说到务必要跟上 太棒了 高档有减持 第一档我现在等什么 等收缴转折 务必听清楚 我今天的结论要赚多一点 这本周真的 如果真的出现大转折 务必要赚多一点 这是我为什么发暴力邀请函的原因 懂意思吗 好再来 有没有 这样就清楚了 然后再各位补充 来一样 回来看OTC 好 各位数馒头 一周一周来数 这是不是前高 前高今年的高点 来12345678910 12345678910 有没有 所以含这周 不含这周 本周是第20周 含这周本周下周是第21周 他已经逼近哪里 逼近21周转折 所以即便还有低点 稍微冷一下 两周后扣3D 他喷出去的 所以你看哦 分线背离 日线逼近 也都超慢 修正21周 两周后扣3D 上周高档要卖 我一路讲没有收缴 你要做减码 赶快做持股诊断 今天不能砍的 你不能乱砍的 懂意思吗 所以所有的都是节奏 节奏都来自于 满满的技术分析的理论 从很棒的技术的理论 产生出很大的霸气 就是说为什么必须跟上的原因 没错 所以答案很清楚了 所以务必把握 一样 等我们教学的收缴 本周三四大盘收缴 本周三四OTC收缴 就能够确认转折 懂意思 很多人还是问美债 之前你看00687B 你看之前你相信我赶快做减持 现在低档盘旋 我们底下一样换成MACD 还是各位建议说 应该还要在盘底 上下来回盘底 可能要一个半月 到两个月时间 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未来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会建议买美债 就只有这个时间 惯性都出来了 答案很清楚 所以持续的锁定我的节目 好 再来 是不是你看 从开节目开始到现在 是不是都跟别人不一样 技术观点 园区讯息 都是你外面看不到的 对不对 太精彩了 影片制作用心 一定要播控点赞 让更多人看见 优质江江制作的节目 另外张老师 上礼拜是不是花时间 跟各位做分享 优质好公司怎么买 请问是利多出现 股票喷出 媒体因为股票涨 去写利多 你才做这个追见吗 绝对不是 投资票来 大赚的信念 外资永远无法改变 优质好公司的成长 对不对 所以优质好股票 从来都是 喷出后才追容易套 趁大跌买进胜率高 没错吧 是不是 所以趁市场最恐慌时机买进 有没有 我们一路都要讲 独家领先权威的引领 你都看到了 上一次大买F是什么时间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 谁跌停板买 江老师 我的会员 是不是 台积电买813 广达买230之后买 除了208 219 230之后又买239.5 这个广达碰到这个位置 不能追 是不是 都是先讲了 优质好股票 没有人等喷出 暴利多才追的 你必须把这个哲学 牢牢的记在信中 联发科买987 好 红海买跌停板 喷出是不是通通都获利 是不是 是不是印证了 优质好股票 绝对不是喷出了 因为股价喷出 媒体找利多 你看到利多才买进 优质好股票 绝对是利空买进赚最多 你必须把这句话 真心的话 把它牢牢去 记在心头 低档布局喷出解码 这是赢家的务实操作 领先布局享受 喷出被市场抬教 你趁机获利减码的获利 没错吧 趁恐慌才会给人家 你看 上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 上周上周 我一路讲不能追 台积电不能追 联发科不能追 红海不能追 广达不能追 有没有 你要等拉回 是不是 广达买五次全胜 高档喷出 不要追 是不是 雪球股怎么买 喷出后才追容易套 那趁大跌买进胜率高 投资者来 这是你看有没有拉回 海基电真的拉回 讲结论 很逼近 很逼近很棒的买点 红海也来了 高档 我当初跟我讲说 不划算 追这个价格不划算 耐心等拉回 真的来了 真的让我们等到了 2382的广达 是不是离长均线 越来越近 2450联发科 有没有 我说这个位置 太不划算了 我绝对不会去买 我一定耐心等拉回 真的来了 所以机会都来了 再来看2376的技嘉 有没有 回测长均线 低档买 高档卖回长均线 当然找买点 一样等收缴 F4等我通知 等我的通知 请各位务必要把握 另外跟各位分享 有从园区打听出来的独家的讯息说 台积电明明拿到66亿美金的补助款 还有相对的相关的利多 可是为什么 你看今天 今天为什么设备股都大跌 这个加登大跌 然后6223的旺系也大跌 6438有没有 高档震荡后也大跌 为什么很多人想不透 中沙也出现一个大跌 3583的星云也大跌 甚至像这个精彩也做大跌 先讲概念 再跟各位讲你要如何做 为什么会大跌 三奈米以下的世代 现在已经进来了 台积电已经跟全球竞争者 拉开了竞争的差距说 短期间之内 没有人可以超越台积电 好来咯 先进制成领域的竞争者很少对不对 重点来了 IC设计晶元代工等等 有没有 产本制成 升级增加 就说 基础的已经有了 已经类似像之前美债一样 美债过去的掌声 他优先领先去反映 未来降息力多来 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一个 从14 11 7 5 3奈米以下 没有 是半导体的周期营收 因为已经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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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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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逐步提高之后 半导体周期的营收成长 已经超越哪里 超越资本支出 投资本来看 这波景气我刚讲过 两年前是由衰退开始 复苏 成长扩张 前两年是复苏跟成长 最后面是扩张 所谓的资本支出 可能在前面的复苏期 跟成长期 已经完全反映出 股价已经完全反映了 懂意思吗 扩张期 他反映的是什么 是之前资本支出 后面的加成效果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未来继续扩大资本支出 造成股价的上升 讲结论 讲更白话一点 半导体 半导体周期营收成长 在2025年 会超越资本支出 也就是说 股价已经领先充分反映 我们跟各位举例 也就是说 你有这种概念之后 所以回过头来 接下来 你的选股 就不是大部分都锁定 资本支出概念股了 还是要回归到什么 台基电的本身 有没有 台基电居风口的浪尖上 66亿美元 补入到手 5903亿美元制程满载 获得更多 英特尔3亿美元的订单 所以听清楚 海基电17倍到18倍的本益比 具有强大保护资 所以我认为 回过头来 比方说 假设你有精彩 今天不能杀低 假设你有中杀 今天不能杀低 亦或是你有加登 今天不能杀低 你等反弹 再来做什么 做持股的转换 懂我意思吗 那换谁 换F4 换AI明年更大成长性 更确认成长性 而不是说 我刚讲的 营收的成长 会超越资本支出的成长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focus的是 未来营收的成长更重要 懂意思 所以答案很清楚了 所以还是要 不要杀低 今天不要杀 明天不要杀 后天不要杀 不要杀阿呆鼓 然后等反弹 看不强 再来顺顺做转换 懂意思 选成长性的产业 是不是 原据你讲 某些经过 这个复苏期 脱离复苏成长期 进入扩床期之后 他成长性就不那么高 不如以前那么高 那你就必须要做转换 所以还是老话一句 精选成长产业 提早布局 未来标股 有兴趣的 QR Code 叫做粉丝团来做咨询 有没有 你看这个 成长性有多重要 我们一路讲 前顶波罗威纯度不高 前顶波罗威纯度不高 今天前顶又破底了 今天波罗威是不是又破底了 一样 上周这边要卖 这边要卖 这边不要杀了 我讲真话 你看我的节目 我没有一直 该讲什么话 都跟我讲得很清楚 该减码就尽量全力 跟我说你要减码 可是目前我认为你不该杀低了 懂我意思吗 听清楚 这个转折很重要 同样来看什么 我之前跟各位预告过哪一档 有没有 亮大乘风还记得吗 9月5号亮大乘风是谁 罗森 有没有 169块钱 好来看 837是罗森 今天125 万一仅仅跌破 你还是要处理 懂我意思 每档股票的位阶都不一样 所以把股票调整好 等待把资金凑未来 趁反弹把这个 我做这个趁反弹做调节 资金凑未来 然后等未来转折出现的时候 买最强的 懂意思吗 做法正确之后呢 你的新进成效生活 会完全不一样 大家一起加油 务必要锁定了 来 还是我们的老话一句 精选成长产业 提早布局 未来有机会喷出的标股 这个很重要 节目给各位技术观念分享 是不是越学越多 观念看久之后呢 越来越正确 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十足 那带进带出会员权益 我的优势是 每一档都带进带出 会员很安心很放心 小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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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5899 小老鼠 WIN 5899 好 另外各位分享一下 APP有多重要 APP有多重要 未来会喷的 通通帮你选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6781的AS 有没有 11月7号578块钱 你被叮咚通知买AS 买578块钱 今天呢 800了 有没有 11月7号578的ASKY 今天800块钱了 那就是什么 APP的优势 未来会喷的 通通帮我们选出来 是不是今天获利38% 赚了222块钱 就是拥有APP的价值 所以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获利 懂我意思吗 APP可以带给我们 无限光明跟美好 利用测试转折 把APP安装好 当然未来我讲的 大盘收缴 OT收缴 枪声 一声 明江起跑 一定会有很多的获利空间 投资标题不用多 再紧选成长性最强的 你现在满手不赚钱股票 一定会有很强大的不安定感 一样 江老师 帮各位做持股诊断 记住 现在很多股票 杀的基本面子很好的 有稳固性的 超卖的时候 不要卖 忍一下 弹起来 弹起来反弹 不强 再做换股 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们还持续发暴力的邀请 我认为本周三四 会有很大的机会 当满足后 记住收缴 没收缴 我不出手 收缴 我就一定会出手 请各位提早做报名 老话一句 精选成长产业提早布局 未来标股 请各位把握了 本周收缴大转折 一旦出现 务必听清楚 我今天叮您 务必要赚多一点 有任何的持股问题 跟大家会员 或我们对我们APP有兴趣 加入粉丝团来做询问 或者是0800668085 来听做咨询 感谢各位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孙大姐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